注入浓厚的情感,艺术家刘芳池创作出《非净真实的客家美食》 受到母亲的影响,让刘芳池从小有机会接触画图,开启了喜欢画画、做做小东西的兴趣 在成长的过程中,他非常喜欢接触手做的东西 而后在大业大学的造型艺术学系,开启探索精工的世界 发现金属有许多可塑性,是一项有趣的媒材 接着考取福人大学应用美术学系,继续学习精工 发掘个人特质,让他有了明确的主题发展 这一次在金车文艺中心的展出 作品以客家美食自然形态结合叙事影像 传达每个人对客家美食的情感 刘芳池不想让作品单单只是一般的客家菜肴 他更尝试使用坚硬的金属材质做成首饰 更贴近人的生活,注入浓厚的情感 每道菜肴,为妙为窍,毕竟真实,令人看了不惊,食指大动 展览结合七亿,以高难度的敲花技法展现 向观众传达出坚硬材质下,经过高温和其他材质的碰撞与激荡 也能别有一番风味 刘芳池的作品辨识度很高 也为自己的展览揭揭开了充满话题性的序幕 希望邀请大众前来细细品尝 十方新闻记者来伊荣台北采访报道